塔利班势如破竹 短短六天里 阿富汗九省沦陷 六天打下九个省 这是什么飞毛腿速度 塔利班很强大吗 这只能说明阿富汗政府的无能 基本上塔利班打到的地方 政府军要么一触即溃 要么倒戈投降 说是六天拿下九省 其实没发生什么太激烈的抵抗 8月6号 塔利班兵不显任 拿下与伊朗交接的尼姆鲁兹省 8月7号 塔利班逼进珠兹省 这里由前军阀杜斯塔姆 率领军阀部队驻守 可军阀部队不堪一击 即13小时 省会西比尔干沦陷 全省投降 8月8号 阿富汗北部三省 塔哈尔省 塞尔普勒省 昆都市省 相继沦陷 8月9号 塔利班继续猛进 萨曼干省沦陷 萨曼干省由美国人出钱建造的 国内主要高速公路 这个省一沦陷 等于是通往首都喀布尔的道路 闯通无阻了 8月10号 又是一天内三省沦陷 西部的法拉省 北部的巴格兰省 以及山区的巴达赫尚省 六天打下九省 阿富汗政府军是兵无战心 人无战力 塔利班打过来了 要么跑 要么翔 多开一枪都不愿意 这是什么样的政党 居然如此迅速瓦解 从统计上看 阿富汗大片控制权 都已经落入塔利班之手 涂上深红色塔利班控制 浅红色争夺中的领土 灰色是政府军控制 短短一星期 塔利班就完成了 对首都区域的合围 除了首都圈那块中心地带 还是政府控制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已沦陷 8月12号 塔利班发动了对坎达哈的进攻 坎达哈是阿富汗第二大城 是阿富汗的经济 文化 交通中心 也是阿富汗最发达的地方 这个地方 要是被塔利班拿下 基本宣告阿富汗县政府的完蛋 为了拿下坎达哈 塔利班派出了最精锐的红色部队 这支部队 已带着红色头巾文明 专打重要战争 由于从首都去南部坎达哈的所有城市都已沦陷 阿富汗政府军只好派出特种部队 空降坎达哈支援 阿富汗政府军特种部队 开着美军直升机 空降到坎达哈作战 塔利班正逐行完成 对于坎达哈东部的政府军合围 这群政府军里有正规军 有突击队 还有警察 尽管他们誓死要保住坎达哈 但面对外面和合围 既没食物也没弹药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在坎达哈前线的塞尔波萨监狱 塔利班的红色精英 途径监狱了进去 在杀死所有狱警后 释放了里面两三千名囚犯 这些囚犯有的是恶徒 有的是政治犯 也有的是塔利班的前军人 这两三千人马上被武装起来 端起枪来 朝成东奔袭 他们要在日落前赶到那儿 完成对阿富汗政府军的合围 尽管从首都派来的特种部队飞机 将人员和弹药送到了备围困区 但老实讲 备水车锡 几架直升机能运多少兵 多少弹药 和周围乌鸦鸦的塔利班军队相比 反击的希望渺茫 夜里核威战开始 爆炸声和枪声 撕裂坎达哈夜空 这个夜晚特别闷热 随处可见的火光 犹如地狱临近 到天微亮时 阿富汗政府军对坎达哈 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空袭造成了25名塔利班武装分子死亡 8月13日一早 被联社发布消息 阿富汗第二大城坎达哈 和第三大城赫拉特 先后被塔利班占领 坎达哈政府官员 在12号战况最激烈的时候 逃往郊区机场 连夜逃跑了 当官的全跑了 紧跟着全城的阿富汗政府军士兵 民兵以及警察 通通带着所有美食装备 主动去向塔利班投降 13号清晨 法新社报道 塔利班军队已经出现在坎达哈的重要地标 胜利广场上 阿富汗第二大城正式宣告沦陷 政府军人数优势 装备优势 训练优势 可绝节节败退 从美国人撤退后 政府军拿着大量美式武器 就没打赢过一场仗 美国每年拨款100亿美元 帮阿富汗训练士兵 也不知道这100亿都花到哪儿去了 一到战场上 全是一群乌合之众 仗打成这样 人模人样的阿富汗政府高层 解极开会 开会的第一个内容是 罢免陆军总司令 想想也是 六天丢九省 这种总司令 还有什么脸皮留着 表决全票通过 罢免阿富汗陆军参谋长 兼总司令 瓦里扎一 可除了罢免总司令 你要说还有什么办法呢 一点办法都没有 讲白了就是等死 不过这帮高官 不会那么傻等死 真到那个时候了 要么流亡美国 搞个阿富汗流亡政府 要么就主动投降塔利班 换条活路 这个政府实在是腐败透了 在尼姆鲁兹省省回扎兰吉 塔利班攻入扎兰吉市的 政府大楼后 发觉里面特别豪华 好吃好喝好享受 应有尽有 塔利班士兵 在政府办公楼里吃开了 看看这种奢华的政府办公室 这还是一个偏远省份的城市 再看看外面水深火热的 阿富汗普通百姓 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塔利班 能六天攻下九省 塔利班县政府 贪污腐败极其严重 根本不得人心 虽然我对于塔利班这种 极端保守伊斯兰的组织 全无好感 可对于阿富汗人来说 选一个极端宗教 还是选一个能吃饱饭的 答案很明显 除了底层穷人的支持外 阿富汗政府军这么弱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大量阿富汗士兵 民兵 还有警察 都是混口饭吃的 我当兵不是为了保护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政府的死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来当兵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有钱拿 可以混口饭吃 所以不管阿富汗政府 怎么训练这些士兵 美国人留多少先进武器给他们 这些士兵的思想 从来没改变过 我就是来混口饭吃的 他们对于阿富汗宪政权 没有认同感 给谁当差不值当差 我根本没必要为了阿富汗政府拼命 子弹不长眼 万一不小心把命搭进去了 就太不值了 再加上阿富汗政府里 那帮贪生怕死的贪官 塔利班一打过来 当地的官员撒腿就跑 你说当官的都跑了 底下的士兵 谁还会帮你卖命呢 现在除了美国再杀回来 没有人能救阿富汗 这个腐败堕落的政府了 那么美国人还会出手帮忙吗 拜登宣布 将立即派遣3000名美军 进入阿富汗 进入阿富汗干嘛 去帮忙打塔利班吗 不 进阿富汗去帮助还剩下的美军和相关家属 加速撤离 同一天 英国政府也宣布 将临时增派600名英军士兵 去协助还留在阿富汗的英国人 加速撤离 好吗 派兵来是为了加速逃跑 最后拜登在记者会上 把话讲得更明白了 拜登的意思就是 美国在阿富汗花了那么多钱和人命 现在阿富汗政府 你们这帮扶不起的阿兜 自求多福吧 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 如今搞成这样 排排屁股走了 先前的时候 美国军方判断 美军撤退后 阿富汗政府会在六个月后倒台 美国人保守了 低估了阿富汗政府的无能 最近美军修正之前的判断 说三个月后 阿富汗政府就到台 但是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 首都圈被完全包围 第二第三大城快速沦陷 恐怕都用不了三个月 应该再打个对折 如果美国真的不再进入 阿富汗政府将在45天内垮台 为了躲避战火 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逃离家乡 要么逃去首都 要么逃去偏远山区 最糟糕的状态 就是像叙利亚那样 内战打个十年 打出几百万难民 这是最糟的 而阿富汗内战 目前完全呈现出的一面倒台式 表明了不久后 塔利班就会重新掌权 人民不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内战 中国也不会担心 发生难民大量涌入的事件 只是如今要面对一个新问题 就是美军撤出阿富汗 是给中国流了个雷 还是给中国控住个机会呢 我个人倾向于美国人撤出后 这块区域的态势 至少是越来越明朗了 很多问题顿时变得清楚了 不会像美国人还在的时候 这地区乱成一锅中 未来会越来越走向 直接的谈判与合作 要知道塔利班2001年 曾失去过一次政权 相信他们不会想失去第二次